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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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毓文踢爆之》 《說文解字》 第一集 今天跟大家見面 今天要講的是 《政治就是談論》 英文是Politics is talk 今天的講題是 《天下治港,非一人所能獨治》 這句說話是出自 《北周書文帝紀宗》的詔書 今集的主題是 《絕勇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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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 就是 奪起嘴 或者聚攏嘴唇吸 《勇》就是獨瘡 《洗》就是奶 或者甜 《智》就是治瘡 《香港流行的潮語》 《瘟字》 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例如 《窮瘟》 《獨瘟》 《道德瘟》 《爺瘟》 《連食肆》 《火鍋瘟》 《火鍋瘟》 《精瘟》 《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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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說文曲 文曲為意圖之名或科名 意圖功名 故文曲化科可視為科學上或工程上的研究成功 文曲亦為口才之聲 故此文曲化科遇到巨門化錄 有雙重語言能力的天份 更以口蝕之辨而身材有道 善於延遲 其實有很多做詩儀 現在有很多 婚禮詩儀 婚禮詩儀 很多都有這種特性 文曲主於術數有關 如果文曲化科遇到天同太陰天機 貪囊天良巨門 亦都可以在術數上成名 另外文曲主一個科格為意圖功名 或者叫二路功名 非是同科名 或為其他特殊的聲譽 如榮任社團的理事 或者某學會會長的理事 會長固有文學 或者藝術才華 都是屬於雙雙出眾 法科代表更加出淚拔墜 享負盛名 除非廟旺受人支持 是肯定的 但樂憲只不過 得個虛有其表 浪得虛名 而另外文曲主 亦都是口蝕 是非 行動 文昌亦都同思考 正科公明 典章 制度 規範 故文昌較著重於思考上 而文曲較著重於行動上 文昌屬金 新金的金 代表法律問題 故文昌法記 由科名引申出來 為文書的失誤 包括契語的合約公民 甚至乎聽人擔保 銀行信用破產等等 而文昌法記 預兇劫 不宜入財白宮 因為很容易收到 空投資票 或者人家答應了的事情 經常都做不到 人家對他做不到 或者客戶到期的話 不還錢給你 而文昌 法記代表未能登科及提 所以參加一些國家的事典 受到障礙 或者代表與人之間 約會有失約的現象 我們預測 明年考公開試的成績 可能成績都不會很好的 不會很理想 那文昌法 大家加把勁 都不出奇 你看現在的現實 因為很多人都上不到學 都要靠Zoom去 上課 另外文昌法記代表了其人之構想 或者行為都屬於有狹窄的 甚至觸犯法律而犯法律而官非前身 廟旺的時候 就能夠充分了解法律的條款 或者認真思量 溝通 才能夠得到餘猛解決 但落陷加上有殺的話 就多了一些紛爭糾纏 官非訴訟 難以解決 另外文昌 師科甲主聰明好學 化忌加薩求學而受阻礙 或者學歷中斷 其實講到最尾都是看法科 還是化綠 甚至乎化忌這些 其實就很主要 好像我們經常看八節 到底是喜還是忌呢 所以分喜忌真的很重要 到這裏來自 我們就講到文昌 我們就講完了 我們就去了 再來就交給天師講一講 未來這個四化 對今年新丑年的流年 有什麼影響 好與壞 我們可以看看 好壞的方面都會有的 就算疫情那樣 在個別的商部 或者個別的行業來講 生意都很好 但是一般來說都受壓 譬如我們常說 我附近有一間批發一些飯盒 這間公司來講 一天出貨都出幾次這麼厲害 所以大家就希望 在這個疫情之下來講 自強不息先 我們講回 在2021年的新丑年的 世界大事總論 就是 天干的四化 其實都不是單單指 是指 中國、香港、台灣、澳門 以往來講 就說 剪微斗數或者術數 都是 中國方面的事物多些 但現在來講 已經是全球 一體化 或者地球村 所以術數來講 那個發展 可能就已經涵蓋了 整體性的出現 可以這樣說 好了 我們就分開幾個層面 去看一看 有些異象出現 我們就因為 有很多的老師傅 他們有一些 四化的秘技 曾經很多年前的預測 其實都很準確可以這樣說 那我來講 就有一點點 班門弄斧 就把他們的一些 學術的東西 就引伸來 就講一講 我們分開幾個層面 首先來講 就在政治方面 那身來講 就代表嘴巴 那化碌來講 其實都含有這個 是非、訴訟、爭拗 這樣的出現 那不要 有時不要看 一化碌來講 很多也有 不要一看化碌 是否絕對是好企 其實不是 那我們要跟其他的 就是四化一個整體 去做一個總論 那加了文昌記的時候 和太陽化權 那太陽是代表政府 那因為太陽本身政府 其實已經是擁有了一個公權 但是如果你再化權的時候 就可以代表了 就是一種強硬的施政的方式出現 那所以說 也都可以說 某國的政府 可能都很強勢 或者是強制性的去執行 強制性執行 有些事情 好與不好 就見言見智 那其實你說 在抗疫之中來講 其實呢 是有時應該要強制一些 這樣去做 那身也是所謂法律 文昌記 那當然也是法律 那跟法律 司法方面呢 就很有關係 甚至乎 可能會有律師樓會出現問題 司法部門會出現問題 法律的文書會出錯 還有法律的制度 甚至會有改變 那法律事務來講 會出現了很多的詐謀 就是我們說 可能呢 會涉及到一些 律師行 或者律師 會不會有些 吹假文件 吹假 那這樣 那會令到法律的行業來講 就在新丑年 可能會有些少少倒退 和滑落 那而且來講 就有些 在司法制度方面來講 可能會受到有些衝擊 甚至乎會有很重大的一些改變 就是說傳統的方式來講 就在新丑年裡面 就可能會有更加的挑戰性出現 好了 文昌記來講 也是講教育 那教育會有大幅的改變 那 而且這種改革來講 就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化其性 可能就越改就越差 而且來講 改了就並不討好 那在教育的行業來講 就當然 那現在大部分都是在 政府的 我們叫做資助校比較多 那但是教育的事業來講 可能會受壓 那尤其是有些經營的直資 甚至來講 是一些國際學校來講 可能就前所未有 受到一種環境的影響而改變 也都可能改變了一種 經營的策略和一個方式 那當然 教育來講 就在香港 都是一個很大的 可以說 產業 甚至乎是一個很重點的 因為以往來講 香港的教育來講 可以說 在傳統之下 其實來講 也都不錯 造就了很多精英 出來香港 其實這個是很寶貴的一個經驗 那 文昌 其實昌曲 其實和這個巨門 其實都大有言論方面 我們一看到文昌 一化技 再加這個巨門 來講 很多一些什麼 很多一些片言 很多謊話 很多假大空出現 甚至乎來講 在自由言論方面來講 會逐漸 會有少少收窄的 引伸到某一些傳播的行業 媒體方面來講 經營會受到很大的挑戰 甚至乎非常之困難 另外有一些 每一年都很多 現在出現很多電話騙案 電話的騙案 就會層出不窮 甚至乎非常非常之多 而且來講 很多時候 我們文昌和窗曲 講一些文本 很容易會出錯 在現實的社會裏面 甚至乎來講 政府開罰單會相當之多 有時候來講 好像有一天我們發現到 不知道在哪一條街 看新聞才看到 不知道兩分鐘之內 抄了五十架車 相當之破紀錄 這個 如果在新丑年來講 這些開罰單的機會更加多 不是為例拍車 可能來講 就涉及到 譬如說 不戴口罩 甚至乎 不作出警告 然後一開始就給一張佛單 甚至各方面 甚至乎有些人 踩單車 那個口罩 跌了一點點下來 露了個鼻子 都被人開了一張佛單 所以大家要小心行事 也要注意 在生活的細節方面 另一方面來講 罰單都不止 罰單 另外來講 譬如你 遲交了Credit Card的 一些Main Pay 它都會罰你 會比較多了 太陽化權來講 另外 就會在政治方面 會出現一個新的政黨 會出現一些新的政治的勢力 傳統的政黨 或者政治勢力來講 都會受挑戰 甚至被淹沒 這個大家要注意 這個政治環境 其實每天都在求改變 文曲化科 文昌記 其實在政治藝術的創作 可能會是多了出來 因為為什麼 以一些藝術的素材 和一些物件 去表達一些意見 所以在新丑聯來講 有很多藝術的創作者 或者有些designer 他們的作品 是可能很受到別人的注意 甚至乎來講 是受到國際性的一些關注都會有的 社會民間和政府的衝突就會很大 因為巨門 太陽化權 就和這個槍曲對著 即是對行 我們可以叫做 而且我們是講的 其實不是香港或者中國 或者很多全球性的國家 都會出現一些 在政府和民間之間的一些 爆發一些很大的衝突 而且很多國家來講 可能就因為這個衝突 而改變了一個政治方面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在政治和社會之間來講 在新丑聯 其實就會較為有些動蕩的意味 而且在人剛方面 個人方面來講 很多經過了一些包裝的語言 文書、文字 但是背後來講 是出現很多詐謀方話 甚至是假話 那這種這樣的方式來講 不只是說說在任何一些 商業機構、政府 個人也是的 甚至來講 你突然之間發現新丑聯 你拍拖的對象 為什麼很多謊話都不頂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騙案就一定會增加 現在各類型都會有 尤其是騙案通常都是以嘴巴為食 經常都說 祈福黨、電話 凡是用嘴巴去誘騙的案件 都會很多的 跟著來講 出現很多虛假的文宣 文書 甚至來講 違反國際條例 就是說之前我們承諾所簽署的東西來講 都會反口複舌 就不會承認的 會這樣 那麼國際條約來講 通常就會被毀 甚至被漠視 被推翻 那麼在各與各之間的紛爭 和爭拗會加劇 甚至會出現一些報復性的行為 我們叫做 新就為西方 丑為中方 所以來講 你為中土的中間 那麼西方和東方和中國之間的爭拗 其實有少少緩和的跡象 但是暗地裡我們叫做棉女藏針 而且來講 就是說 如果在國際的談判上面 甚至乎來講 對抗性方面來講 中國是會付出比較大的代價 就是我們會看這件事 還有來講 大家互相一種猜忌 台海之間來講 就會有少少緩和 不過比較擔心 就是中東的局勢 就會比較上緊張 因為新來講 和根的金來講 都是武器來的 所以來講 大家來講 都可能會舉起武器 在那裡吶喊 就是這個巨門 只是拿著一支槍 或者以前拿著一些鷹槍 站在那裡來講 就要裝兇作勢 意味著 另外來講 我們上個星期都提到 新金 這個金其實好像一隻紫妖 所以可以拍照 比如一隻氣球 同時 我們在那裡吶喊 好多外出 購物 人間的經歷 就能發出 太陽發炎 是有一個很大的 我們經常講 顏色 在沙瀏 就不會 realidad 會出現一些交易大型 非常大型的火災會出現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大卡車會出現意外事件 是大型的卡車 什麼叫大型卡車 有時候是巴士 或者一些貨櫃車之類 因為薪金也代表了引擎 引擎來說 在飛機的左右引停和汽車的發動器 因為出麻煩就會出現意外 另外說一些社會方面的事情 在政治方面跟大家交代了一些 都先滲入其他不好的事情 跟著我們說一些社會的問題 剛才說到詐騙案 地下麻雀館會增多 假藥就會充飾了這個市場 藥苗的成效就成疑了 我們會看到這個新巨門花錄 講可能就會很好 但實際的情況 文昌化期 會出現一個比較上 視以願為 不是所期待所出現的東西 所以在這一方面 一定會出一些問題 另外來講 嘴巴講食路 食品一定會出現問題 尤其是零食方面 鐵路和國產車的問題 重新 什麼叫做國產車重新 以及鐵路 這個屬於交通的狀況 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土木建築業來講 就比較略為差一點點 甚至出現很多一些意外事件 最可憐的就是 勞工階層 建築工人 另外來講 就是關於鐵塔 鐵塔來講 這個真是物象 團頭的鐵塔都要檢查 若說不然就會出現問題 大型的發電廠會出現問題 電機會出現問題 能源供應也都會出現問題 好像曾經試過 做東的時候 廣東有幾個省份突然停電 開始入氣了 另外來講 可能就會有一些很大型的 毒品運輸的案件可以破獲 電視行業相對慢慢會萎縮 小型家電都會有些問題 物理和工作人員會減少 因為巨門也代表了西藥 抄襲論文 導用別人的學術、技術和數據 或者在藝術方面的抄襲會越來越多 考試成績普遍低分一點 甚至可能會造假 另外薪金也代表外科手術都 醫療事故可能會出現一些 叫做開錯刀的事件 或者在醫療個案的失誤比率 可能會較為多一點 另外很多野史揭露了名人的私生活 甚至乎一些醜聞 色慾事件被人揭發出來 所以這些事件跟我們的生活有相關 在社會方面 另外有利的行業會比較做得好 首先黃師傅剛才也介紹過巨門 為嘴巴 我們經常說開口而得利 以嘴巴而謀生的行業會比較多 比如說中介代理、詩儀、演藝、名相師 或者是風水、玄學 甚至乎在網上那些叫做YouTube之類 KOL會增加非常之多 第二來講 網上優質的食材店就會增加 剛才我們講過醫療行業會暢旺 但可能會有少少醫療的事故出現 小食店、零售店 什麼巨門呢 其實跟飲食有很大的關係 小食店、零售店 飲食業會慢慢復甦 最旺來講就是外科醫生 即是說幫人家開刀的那些醫生 最旺可以說 另外有些什麼產品會比較受歡迎呢 水機 因為嘴巴 跟喝水有關係 美味的飯盒、網購 甚至乎有些不太好 毒品市場是大賣的 服飾店 和一些貨車 是比較會銷售會不錯 廟宇會比較興旺 甚至乎殯儀業都會較為好些 另外來講 舊樓的出售是較受市場歡迎的 另外來講就是賭業 但來講地下賭場 就比較多些 我剛才也講地下麻雀館可能更加多 很受歡迎 運輸業、速遞 司法界 但司法界要留意 文昌化技 我常常都會這樣講 一看兩面 有些會做得好 但有些會萎縮 機銅 扶仙 做板帽 機器板帽 那些 西藥 即藥房 會放得比較輕旺些 跟著來講就是小型的低價車 二手車的市場 都會比較受歡迎 另外來講 旅行社就有機會重光了 開始 開始就復興了 那因為為什麼呢 巨門 也有帶水的性質 有少少少銷售的意味 還有來講運輸 太陽化權 因為是屬火的 所以在電訊、電腦、電話 貿易方面來講 就會做得比較好些 尤其是電訊業 還有電話 那手提電話 一向都做得不錯的了 可以說來講 就比較穩定些 另一方面來講 就是石油、輪胎 另外呢 公共關係公司 因為以往來講 有很多國際的 我們叫做國際性的公關公司 在疫情之下來講 都可能都沒有工作了 可能都已經炒了很多員工 但在新丑年來講 就會復興了 即是我們叫做推廣公司 另外來講 就是關於一些藝術性較高的 一些手飾、裝飾品 電能、飲水機、吸塵機、電子琴 音樂琴行那些 即做琴行那些 都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教琴的老師 手工的工作室 有些藝術性的小 一些小玩意那些來講 都會做得不錯 另外還有賣果汁機 吹頭筒 即是我們叫做什麼 吹頭筒 甚至乎來講 水果業都做得不錯 另外大家可能 就會比較關心一點 在金融、財經方面來講 這個講到經濟方面 金融業來講 就會比較上 會上市三萬點 我自己看 會去到這一位 有幾乎的 甚至乎三萬二都會有機會 但是文昌化技 會在某一個時間裡面 會射得很厲害 我們在這裡就不講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會有季度的測股市 我們上一次的測股市 是先衝而後穩的 已經是衝破了二萬八 近日都已經 這樣就比較吻合 這個大射來講 我們會看到這個四化 就會在股市裡面 會受重傷 在哪一個時間呢 遲些才跟大家交代 在黃金方面 仍然有些升值的空間 因為避險 作用比較大 有些網友 可能在去年曬月的時候 我們那一集講了一個 金金 因為由萬一 就已經升到曾經破了二萬 現在來講都好像穩守一萬九 但是還有少少升值空間 另外呢 人民幣會強勢 因為人民幣來講 升值潛力其實都很大 相對地來講 美元就會轉弱 我們就這樣講 人民幣的影響力 其實就會越來越大 其他外幣來講 相對來講 就沒有那麼好 可以這樣講 大家可能會比較關心的 就是樓市 而且我們講香港樓市 樓市呢 就因為呢 在新年裏面來講 除了我們看到的醜土之外 因為天剛的四化 就沒有涉及到一些 是從土的一個星 大家 新來講是金 太陽也是火 文昌記來講 槍曲來講 都是水 水和金 所以土來講 沒有去參加這個四化 似乎來講 對樓市的影響 就好像不是很大 而且來講 就是說 我們只可以看 就是 某部分的高價的樓 回落會比較多的機會 但是中價樓來講 都仍然穩定 甚至來講 會有少少的升幅 我們看回現實的情況來講 因為好像 息口很低 甚至乎 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預測 都不會加息 始終香港 那小價樓 那個小型單位 小型單位 比較受歡迎 市場的供給 你是真的 很多用家 是啊 所以 所以 在樓市方面 我們只可以說 其實 中世界的樓 都是很穩定 甚至乎 某些地區 會有少少升幅 並非好像 有些預測 三月的時候 會大跌 你就算來講 跌了的成節 也會一樣在 有些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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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估計 它都會如期舉行 但是可能 比較冷清 冷漠一點 我們看 新金 這個金 很奇妙 在奇門遁甲裡面 新金是代表金牌 去年我們說 好像少了金牌 其實是沒有金牌 但是今年來講 金牌的數量 很多 在哪裡 其實我們自己看 就是決定 如果金牌的總數 越多的一個國家 那個國家 在新九年 是應該比較強一點的 我們是好看的 但是看回以往 那幾屆奧運來講 都似乎 體育強國 都是評分抽息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 受到疫情影響 可能運動員 在訓練 那個過程之中 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甚至乎 因為有些剛剛 去到奧運法定的年齡 過了都有 不過 你從四法這樣看 如果你問我 如果在八字看 我覺得 我會看 不要說我覺得 是從一個字去講 因為 金是代表金牌 是的 金代表金牌 他為記 我覺得 我看法就是說 今年就算你那個奧運 能夠如期舉行都好 你這些金牌都很受爭議 水平不高 水平不高 贏的人都很受爭議 甚至乎是否會受人懷疑 到底他是不是真材實力 達到標準 拿到這個金牌 可以這樣說 沒錯 有些事情可以這樣去看 我自己看 可能奧運來講 水平的表現 可能會較以往為低 會比較差一點點 另外一些國際大事件來講 可能我們就會交在飛星那裏再講 好了 大家比較關心政治 社會 民生 講到病災方面 薪金 大家可能都看我們的節目 都可能耳熟能長 金來講是主廢 肺炎來講 其實在辛丑年都繼續肆虐 我們可以這樣講 黃大仙之籤都好像 剛才我們求過 好像帶多一連口罩 起碼都 受算來講緩和了 都要大家保護自己 都可能要戴著口罩 好了 薪金來講也都代表了 上呼吸道的敏感 不只是肺炎 藥苗的有效期 可能要去到秋冬之後 大家才有一個信心 另外來講 就是關於食道的問題 要小心 那個意象來講 很容易會接近 即是會卡住 另外來講 就是煙喉 避煙 薪金來講 也都代表邪氣 和陰氣重 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 每個人都會有陰氣 邪氣上身 不是 是整體社會 會離慢了一種邪氣 很明顯 離慢了一種邪氣的氣氛 不要說整體社會 整個世界都是 整個世界 對 黃師傅說得對 整個世界會充斥著這件事 我們可以這樣講 邪人會出現很多 總括來講 因為薪金這麼強 筋筋有硬正 壓著木火 始終如果在八字港 整體來講 今年人民都是過著一個不開心的心態 去度過這個新丑年 我們希望天原簡 帶多些開心給大家 另外來講 大家要注重心臟 因為太陽化拳 很容易講頭 心血管的病症 當然很多人說 師傅 每個人都有 不是特別多 尤其是血壓高 血散失 是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 但我們講的 這些全部都是特別多 很明顯出來 特別多了 明顯突然間會有 眼科醫生就很好生意 明顯來講 每個人都可能一眼花一花 另外來講 就在薪金 都是講 和文昌 知氣管炎 甚至乎很多人 尤其是小朋友 會突然間出現一些斑點 因為可能很多人 在生活在疫情之下 就憂心種種 神經的系統 和老神經 在抑鬱方面會多一點 甚至乎在長度的問題 口腔的潰瘍 尤其要注意 避尿系統 和藍尼 說腎水 女性的朋友 說經水方面 我們所講的 在當年來講 這個病 病症方面 會突顯出來 會較為多 希望大家注意多一點 例如指氣管炎 天氣比較冷 尤其是小朋友 可能要加多一件衣服 或者在這方面做多些預防 因為現今來講 其實預防醫學 已經是頭號研究的一個主題 我們經常都說 預防勝於治療 希望大家來講 聽到我們新年的四化作為一個參考 對應自己 在未來的一年裏面 制定了一個 我們叫做 攻可守 即是 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 在一個 惶恐與針恐之間 都希望可以尋找到快樂的根源 還有平衡 最主要是平衡 平衡 今天也過了很多時間 節目也過了很多時間 我們就 可能我們講到這裏為止 對 下個星期 我們再跟大家講講 這個世界的 其他話題 甚至乎 九宮飛星 對 今年的飛星 還有講講年尾一些傳統的日子 譬如說開市 吃連連飯 借租 那樣 希望可以在網上 大家都希望感染一個農曆新年的氣氛 甚至乎最多人關心 其中一件事是什麽呢 那個農曆年 誰是吉日開張 開市 不是開市 初步我看過 因為已經有些公司航空問 都有幾天的 我們可能會和黃師傅仔細些 是哪些行業會較為有利些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